真的是虛惊一場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日前領了上萬元騎乘U-Bike要去繳費 他順手把這個錢包放置在置物欄當中 但後來覺得這台車怪怪的換了另外一台 卻是把皮夾給忘了 最後金爵找不到皮夾赶緊報警求助 回到了租車地點 果真是成功找到了皮夾 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神情相當緊張 原來他的皮夾不見了 裡頭有他剛領出來的數萬塊錢 以為被偷了 只好求助警方 我只想看一下 先看一下角度有沒有不好拍到那台U-Bike 機器有在運作嗎 借我看一下嗎 遠景調閱了郵局和一旁的機車行監視器 過濾之後發現 你應該根本沒有在出門 沒有在出門 因為沒有人接近你的車 就像男子傻了 努力回想到底自己的皮夾跑去哪了 那會不會坐在另外一台車上 也是有可能 遠景根據男子的描述 就來到一開始他坐U-Bike的地點 果然 原來男子在租車時 順手就將皮夾放在前方的置物欄內 到後來發現這台車子怪怪的 於是換了台車 也把皮夾給忘記了 我去做人家 到現在 保利斯大人來 就想要把我們自己看得多了 掉在監視器 發現該腳踏車並無人靠近 幸好皮夾沒被人拿走 最後男子也為自己的粗心大意 驚動警方感到相當不好意思 也多虧了遠景幫忙 才能如此迅速的找回錢包 藉家王東山 台中報導 大家好 大家好